表达对至亲的爱应该勇敢说出来 但至亲表达的爱意 你又听不听得到? 欢迎光临奥迪听力中心 在香港,十个老年人 有八个都有听力问题 但愿意积极面对的人就寥寥可数 而且这个问题一直有年轻化的趋势 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年龄 都有可能受听力问题困扰 听力有问题,不但会影响日常生活 长远更会影响社交能力及心理健康 香港越来越多人有若听的问题 但大部分人都没有认真处理 当有若听征兆的时候 应该尽快接受听力测试 有需要的时候,要配一部合适的坐听机 改善生活 建议大家找一家有齐听力专家 先进设备和良好守候服务的听力中心 才可以接受到可靠和专业的听力服务 当社会上有听力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同时,坐听器的普及率低 不及西方国家的一半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奥迪听力中心在2005年成立 自在为听章人士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并协助他们重拾听力 鼓励他们积极面对 以改善生活质素 奥迪听力中心会提供各种成人及儿童的听力测试 同时亦会提供坐听器厌配服务 听力专家会为客人用耳镜、检查、耳道和耳膜 然后为他们进行听力测试 之后再根据听力测试的结果 和他们的生活需要 建议他们选用合适的坐听机 客人会在不同的模拟声音环境里面试听坐听机 决定好坐听机的款式和型号之后 听力专家会为客人印制耳膜、订制耳机 耳机大约一星期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当耳机制作完成之后 就会通知客人来取机和作出初步的调教 同时亦会教识客人使用坐听机的方式和保养的资讯 当客人取机之后 会预约客人一至两个星期回中心进行跟进 如果一切正常 我们会每六个月预约客人到中心 进行一个免费的定期跟进服务 如果大家怀疑自己或身边的朋友有弱听问题的话 就应该尽快找一间听力中心接受听力测试 万一有弱听的情况的话 就要尽快配一部合适的坐听机 提升听力,重过健康的生活 欧迪听力中心为你提供专业全面的听力服务和支援 关心你的需要 为你度身订造属于你的坐听器 让你可以轻松愉快地与人交流 和亲友分享生活的一点一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